今天要跟大家點評的就是神鬼傳奇 先說明這部跟之前的神鬼傳奇一到三集 還有摩歇大地等系列作品 內容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這是一部新的系列 也就是環球影驗的暗黑宇宙系列 之後呢還會有隱形人、科學怪人等相關角色 這一次神鬼傳奇相較之相比較像1932年木乃伊的版本 比較恐懼一點點 冒險的話還是有的 先說一個小故事 在1931年到1956年之間呢 環球電影所發行的怪物電影都相當的賣座 我記得我之前去洛杉磯看到環球影城特效設施的時候呢 也有提到這個部分 所以大家應該都可以知道 這對環球影驗來說是多麼經典的電影 以下部分有劇透看完之後再回來看 那麼身為暗黑宇宙的第一部神鬼傳奇來說 它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我是說不談論劇情的順喪 或是電影整體的感受喔 我是說如果它是以暗黑宇宙的第一部 它是成功的 這部電影的劇本上有嚴重的漏洞 光是小販這個角色呢 就非常的清楚 完全就是用來延續劇情的工具了 如果沒有它 尼克絕對不知道劇情該怎麼下去 還有 尼克跟珍妮的感情 似乎沒有到要互相犧牲 或者是哭到你死我活之類的 但是最後卻用了尼克的犧牲 來拯救了珍妮 這完全無法說服觀眾 電影的開場氣勢磅礡 來到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埃及 來講安瑪奈特公主的故事 我說故事這一點我非常喜歡 尤其是用第三隻腳 亨利傑奇博士 就是變身怪異在魔公館講的 這個故事畢竟還會收集到 科學怪的狼人與情人等 其他角色都會在魔公館 也就是暗黑宇宙之後的電影 而且之後也不用再拍變身怪異來講 亨利傑奇博士 除非你懂的 money money 這次神鬼傳奇延續了 哈昭哥電影的風格 一樣的冒險 一樣阿湯哥的帥 一樣跑跑跑 向前跑 完完全全是湯姆克魯斯的電影 一個帥哥抵掉三個劇本 開玩笑的不要生氣 你愛阿湯哥你還不來看嗎 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戲 莫過於 飛機上林仲令的打造還有拍攝 如果你有看花絮的話 就會知道他們這場戲拍戲是來真的 導演還有演員還有幕後團隊的用心 大家一定都感受得到 如果你喜歡之前布萊登廢雪的神鬼傳奇 然後拿來做比較的話 你絕對會失望 畢竟風格走向完全不同 所以我建議你忘記之前的電影 來看看2017年的神鬼傳奇 你還是會失望 沒有啦 主要是看你是用什麼樣的心態 還是什麼樣的心情 來看這一部電影 你看看人家阿湯哥都忙著拍不可能的任務 還抽空來台宣傳手影 大家都很認真地看待這一部作品 那你看過神鬼傳奇了嗎 還是你期待之後的暗黑宇宙系列呢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想看更多影片的話別忘了訂閱我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Cookie Time 下次見囉 See you 訂閱訂閱我 訂閱我 訂閱我